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女心李严谨去年9月与大她8岁男友小人物结婚 并声称对方是珠宝监定师 但她始终不愿曝光老公照片 没想到如今被好友珍丽抱以离婚 并指原因是个性不和 如今却有周刊爆料 李严谨前夫其实是从事私人借贷金融 且离婚主因是前夫每月要帮他还债超过30万元 对此 李严谨四日也在直播中泪崩回应了 李严谨表示不后悔嫁给前夫 认为前夫对他很好 无奈自身压力太重 推给前夫不公平 他也透露前夫本来要给他200万 但他拒绝了 说自己有开公司跟买房 不希望前夫有这么大的负担 所以主动提离婚 而他的旧爱 网红推手蒲志宇过去跟李严谨的短命恋不欢而散 李严谨去年9月任爱新欢而且要嫁了 蒲志宇去年就开三结婚不是秀 并唱衰 根本就是注定失败的开始 其日与李严谨抱口角冲突的陈怡听闻他离婚消息 也在社群提出自己的看法 表示离婚根本没有什么 恭喜李严谨重获自由 并希望李严谨不论有没有另外一半都能够是完整的你 李严谨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 我为了钱上节目 他已经没钱了 陈怨怨被李严谨炮轰 委屈酷酷为什么要欺负我 不准笑就已经跟你说不可笑 哪里好笑了 你们不能严谨一点吗 今天的主题很严谨 你们太松弛了 因为我实在太缺钱了 我真的没有钱 所以我就答应了这个节目的邀约 我是第一个要发言的来宾 所以呢玉琳哥就cue我 就说那陈怡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然后呢李严谨就先把话讲过去 他就先讲说 吴宗献说有八成的人喜欢你 就会有两成的人讨厌你 所以被言上没什么 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话说 吴宗献的话就应该不是 是八成的人喜欢他吗 是八成的人都讨厌他吧 OK 李严谨就开始了 对我破口大骂 就讲说 宴哥是我们演艺圈的前辈 你到底在讲什么 你懂不懂得敬老尊贤 哎呦 我怕死啊 我内心呢 第一个想法 我就想说 呃 所以现在是个整人节目吗 还有继续骂我什么的 来 现场的人 你们有跟吴宗献合作过的人 你们跟他 宴哥就是开心愉快 宴哥就是很好 很喜欢吴宗献的你们举手 举手 让我看到你们 我想说现在怎样 两万人的演唱会 来 让我看到你们的手收喔 然后我想说OK 那那个现场有要举手吗 各位 现场鸭雀无声 只剩下李严谨的咆哮 此时无声 胜有声 最怕空气突然眼睛 你知道那空气实在太严谨了 没有人敢举手 也没有人讲话 我那个时候 突然感觉到演艺圈就是一个 不团结的地方 原来演艺圈目前幕后的人 都不喜欢吴宗献 你信不信吴宗献 没人想举手 嘿嘿嘿 我先帮献献莫爱五秒钟 我讲到都哭了 各位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我的节目上受的委屈 谁知道 我都不知道演艺圈这么的黑暗 连上个节目都要被过气的 同高艺人给欺负 哦哦哦哦 现在都会演艺圈 真的很不容易啊 一下节目 李严谨 就过来跟我道歉 他就马上的来跟我讲说 刚刚就是做做效果 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效果太过了 李严谨的道歉是讲说 呃没有啦 呃我是吼 怕你会那个往心里去啦 我根本没有跟他吵架好吗 我也没有往心里去 陈姨也没有生气 请 媒体帮我澄清 陈姨没有生气 我只有说 我从不往心里去 我只会往法院去 搞不好这间人真的猜到吗 那就分手了 猜猜猜啊 猜啦猜啦 有啥可怕 爱情变形 这出这出的电影 普之宇畅去看医生 本手擂台开打 李严谨祈祷发动反击 给白美风度 拜托喔 他如果取到我 他不会划算啊 所以 所以你真的要想要为你 走报的一天下一个阶段 所以他会是你 为了小孩的爸爸吗 就很想要被他生的 所以他很想像他老公 结果10月27号猜热爱的李严谨 不到一个月就跟金主普志宇 催了 他今天发文写下 按照奇葩人生 我又诞生了 时尚最快终结篇 来手苦笑不得 你还这么骗我 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啊 是不是我也没跟你借歉 最了解小两口感情GG的主因呢 是李严谨先前抢侠普志宇的前女友 雪碧直视前炮友 曾经开直播攻神普志宇 加上李严谨因金钱纠纷 被黑道提告 普志宇不想跟黑道转变 多次劝他不要发文惹事畏国 而李严谨做笔录时 还坚持要普志宇陪同 交往以来风波不断 让男方省心俱疲 也曾多次私下向友人诉苦 他太失控了 沟通无效 双方陷入冷战 普志宇也暂时搬走 最后李严谨传讯 我们到此为止 把我家钥匙还来 接着就发文宣布分手 有人表示普志宇根本不想见面 所以选择把钥匙邮寄给李严谨 在李严谨证实分手后 普志宇也写下常文控诉 你一天到晚供选我 请问我有说过什么吗 当初你身边的人 都叫你不要借钱 你有听吗 今天自己搞出来的压力 拐谁咧 我就分家都讲面试吧 我都要消气 然后投赛 我在那边买东西 才那个都才多少钱而已 这个你需要吗 那你现在供怎么就这个样子吗 然后呢 好 买单钱对不对 他在偷赛 他是要吃的那都干嘛的 好 没有付钱 好 诶 要干嘛 怎么办 所以真的就是你这样子 结果 跟你讲 外众也都是我付钱好不好 康吉和德拿纳豆事件 一百多块的事情一直讲 那如果我真的要算的话 请问Beebo包月洗澡 解毛的钱三千多元 我是不是也要拿出来奖勒 然后你的固域怎么都 我还帮你买的内裤 帮你弄在家里面 亲爱的服务区 然后是比你更贵 给你啊 你这鞋 又不是我最爱的东西 还有 不要营造我很小气的形象 如果讲彼此送对方的礼物 你送我最贵的是你卖的剪标的衣服 而我送你的可以买几十件 你送我的衣服吧 刮胡 别看完以上说什么还你啊 我家有了 这种幼稚话别登场哦 还给你啊 还给你啊 我一次讲出我的抱怨 就是希望你要去看医生 不要搞到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 李安景对此余带哽咽的说 他真的很过分 我现在整个人在抖 并发文做出反击 风度在哪名眼人都看得出来 对于人生的过客博言善善 不照gay by找男人 不哭啊 我真的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跟他上去 可能啊 人家要介绍给我的都是那种 帮我下班辈子无用无力 又来了 回来我真的辛苦 别再为爱收获 就这样